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5.1卡池炎万叶一命抗打断 水龙队友无了,火神定位大香灵太香了 5.0纳塔七白武器公布 最佳实用角色推荐来了 一众老角色喝汤 元神,马威卡,西诺宁必抽 平老老或将进食 首先就是5.1卡池的相关消息了 有关于5.1卡池的新五星角色 就目前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暴女西诺宁会在5.1卡池登场 西诺宁是五星岩系辅助 角色的技能机制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其中西诺宁的光环机制也非常的有意思 一命在光环持续期间 场上角色拥有抗打断 二命岩元素提供暴击率 冰元素提供暴伤 看起来更像是精准台纳塔C的 龙王也并不是配西诺宁 整体来看大概率是个命座战士 刚需二命了 而说起炎女西诺宁的专武相关 也终于来了 简单来说就是除了基础攻击力的提升外 武器的附属性是防御力 效果则是在普攻击中时提升百分比防御 同时自身若处于夜魂状态下的时候 防御力高于某个值 超过部分全体角色还可以提高暴击率 暴伤元素伤害 这么看的话西诺宁的专武倒是有点离谱了 不过这版专武技能的描述毕竟是网传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 大家看看就好 值得一提的是 官方公布的5.0武器中 有一把私心锻造武器汉地则 也被细心的玩家们给发现了 该武器是PV中火神用的武器 武器的属性磁条都是以攻击 以激活元素反应来提升伤害 如果不会像纳维亚用白引荐 克罗琳德用铁峰刺一样翻车的话 那么火神定位大概率是大相邻了 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觉得火神是什么定位呢 首先要说的第一把武器就是5.0版本马拉尼的专武了 该武器提供了542的基础攻击力 附属性给予了88.2%的爆伤 武器特效给予了生命值提升 释放战绩后普攻伤害提升 整体来看的话 这把武器比较适配马拉尼 其他角色目前能够依赖到的 也就那88.2%的爆伤 所以说除了马拉尼外 其他角色并不太适配 二红的行迹 然后要说的就是纳塔5.0版本的 四星锻造长柄武器了 该武器白质是510 附属性带来的是防御力磁条 武器效果在释放战绩时 提供防御值 整体的属性都是围绕防御去展开的 目前看来比较适配的角色 有云锦 3.木棉之环 而第三把依旧是纳塔锻造的四星武器 武器类型是法器 武器的附磁条提供41.3%的生命值 武器的效果是在释放战绩后 按照生命值来对普攻进行增伤 倒是有点马拉尼专武下位替代的感觉 目前适配的角色有马拉尼和苏苏星海 4.七岁之敌 第四把也是纳塔锻造的四星单手剑武器 武器白质较低 才454 附属性提供了69%的防御力 武器的效果是在释放战绩后 可以提升16%的防御力 这么来看的话 该武器给阿贝多 千只使用还是非常不错的 武物 汉地者 这把武器是纳塔锻造的四星大剑 武器的附属性提供了27.6%的攻击力 武器的效果是在触发了火元素反应后 提升元素战绩造成了伤害 比较适配的角色还是比较多的 像纳维亚 迪西亚 迪卢克 都是可以使用的 6.碎链 至于第六把武器 是纳塔锻造的四星弓箭 武器的附属性同样是提供了27.6%的攻击力 在武器效果方面 随着队伍中 纳塔角色和元素类型的不同 获得攻击力 精通的提升 反应队的公子 甘雨 菲谢尔都能用 7.苍文脚杯 最后就是纳塔5.0版本活动中 可以白嫖的四星武器了 武器的白值是510 附属性可以提供41.3%的生命值 当击中敌人时 基于生命上限造成范围伤害 个人感觉的话娱乐性比较高 总的来说 纳塔5.0版本将至 七把新武器也都各有各的特色 除去马拉尼的专武外 其他六把获取方法简单 泛用性还可以 起码很多老角色都是可以使用的 也算时喝了一波纳塔的汤了 当然了 最推荐的还是法器和长枪 所以说 各位旅行者们更喜欢哪一把呢 原神5.0版本中的角色强度在游戏上限后才能真正得知 但许多玩家认为后续的卡池安排才是最吸引人的 在5.0版本中主要是熟悉一个玩法 而后续的几位角色则成为玩家们迫切想要抽取的对象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5.1至5.4版本中的卡池安排 看看都有哪些角色将会登场 让我们先以图一乐观待之 5.1版本中的希诺宁可以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考虑到岩万叶的存在 是否能在机制上超越万叶目前尚不得而知 另外 万叶的四星锻造武器在游戏中表现出色 结合灵命造型可以完全展现其实力 希诺宁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超越万叶 但可能在命座上存在一些限制 据称 新的四星角色一安三将会加入池中 而后续几个版本都将单独限定女性角色的UP 在5.2版本中 五星角色恰斯卡的出现可以说是出人意料的 但这个版本的卡池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人们都在思考这一角色是否会进入常驻池 但玩家更期待的是岩系角色的加入 至于5.3版本中的火神马威卡 根据目前的消息她似乎是一个备受期待的人气角色 无序多言玩家们肯定会直接想要抽取她 根据最新消息少女哥伦比亚将会在5.4版本之后进入池中 在5.4版本中复刻角色预计是闲云 而新进池的角色则是平卯牢 这似乎符合很多玩家的期待 然而希特拉利的星级目前仍然是个谜 一些资深玩家表示她可能会保持四星 但也有玩家希望她能升级为五星 就像希哥文那样 如果希特拉利最终进入常驻池 玩家们都表示欢迎 感谢观看